鉴于新冠疫情 人口普查局宣布其对国会的请求 将人口普查的截止日期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 人口普查局还请求国会批准2020年人口普查主要活动的新日期 例如 2020年8月11日至10月31日 人口普查员开始家庭探访 以帮助居民填写人口普查 之前是5月13日至7月31日 2020年10月31日为回复人口普查的最后一天 之前是8月14日 迄今为止 已有超过7000万个家庭对人口普查做出了回复 几乎占美国家庭总数的一半 人口普查邀请函已于上个月寄给所有家庭 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普查的家庭 纸质问卷将于本月寄出 当下许多社区处于城市或周范围内的关闭状态时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在线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 还可以通过电话或邮件进行回复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对人口普查做出回复 而不必与人口普查员见面 有关更多讯息 请访问2020人口普查官网或致电中文专线 普通话844-391-2020 以及广东话844-398-2020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